感受到大家的熱忱 願意在這個寶貴的夜晚 撥空到鑽維國中來 那我想 嗯 其實鑽維國中雖然 其實 我來到這裡第八年了 那 就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鑽維其實在整個宜蘭縣 算是 就是它是剛好坐落在 這個算是市中心的旁邊 那鑽維其實這裡沒有什麼 比較大型的 經濟產業活動 所以其實 鑽維這邊 你說它很單純 然後其實我們的宜蘭縣也非常純樸 那當然 宜蘭縣化也是一個大家一樣的趨勢 只是在鑽維其實也是更加的明顯 那其實整個鑽維宵只有我們一所國中而已 所以我們都是以 鑽維的最高學府來自居 那我們 對 然後 那我們也真的出了一個非常厲害的校友 然後 我們教育部長其實是鑽維國中第八屆的校友 對 那 所以其實 歷年來鑽維出了非常多傑出的校友 像是之前的那個教育處長吳清庸也是鑽維的校友 那當然鑽維地區的政治人物全部也都是鑽維國中畢業 對不對 好 那其實鑽維國中這幾年來 我們是以多元社團的發展為我們的特色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社團 大概就是分兩大類 音樂社團跟體育性的社團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可以提供給各個家長一個很好的資源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學校在這麼多年努力的這個情況之下 那其實這些社團都有很好的成績 那我就是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我們的音樂性社團目前有管樂、有私足、有口琴 那其中大概就是口琴的部分 大概每年應該是連續十年有了吧 連續十年就是會代表宜蘭縣參加北區的音樂比賽 那大概這八九年來就是全國退休第一名 那大概就是口琴是比較著稱的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管樂跟私足 那體育性的社團我們有田徑、有籃球 然後這幾年有成立柔道 那我們也有發展法式滾球這類的 所以其實體育活動在我們學校比較恐怖 而且設備也非常的完善 那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在其他的藝文性的社團的部分 例如我們的那個就是美術的部分 歸文競賽、科展這些我想就是跟一般的國中一樣 都有專業的老師來做指導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專業國中還有一個最大的強項 就是我們的設備資源非常豐富 我們的整體的教學環境 雖然我們的班級數不是很多 我們目前就是全校是15班 那可是我們應該就是說 如果以專科教室的配置 還有這些設備來講 應該是可以在全宜蘭縣 這個前三名的就是教學設備部分 就是大家只要能夠想得出來的 例如說是現在的新的製造科技的部分 我們有兩間製造教室、兩間生科教室、兩間電腦教室 那因為我們這幾年其實也很努力的去參加教育部的一些相關計畫 所以我們的製造中心這幾年大概就是有一兩百萬的清費進來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大概各個學科都有它的專科教室 像大家看到的這裡就是我們的圖書館 那我們有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生物實驗室 所以就是說剛剛提到的 在那個屬於專科設備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已經準備非常健全 那我也覺得說其實這些教學設備 它也屬於是公共財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也很樂於去分享給社區 給所有的學子 所以其實像我們學校也很 這幾年也很努力的去推在地化的課程 例如說我們一年級有種族撞維的課程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的孩子來自於全撞維鄉 那可是有可能新來的孩子 他其實不是很了解大埔那個地方 那裡的生活樣態 所以我們希望讓孩子先從愛家鄉開始 所以我們這幾年例如說有走在地化 那也會去跟地區的那個熱林中心結合 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有一個服務學習的課程 從一年級、二年級到三年級 那三年級他們就會獨立的去服務社區的老人 那這些課程的內容就是由他們自己發展出來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從在地出發 那其實在地我們相信說 其實我們要先熱愛這塊土地 先喜歡自己撞維 那未來才有可能再回到撞維來 因為其實撞維很多是就是外流人口很多 那人產也很多就是到外面去 那我們希望撞維越來發展 那也當然希望讓孩子先認識自己的家鄉開始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 其實撞維這幾年來的努力啊 那很高興今年廖老師來到我們學校 那他提出了這樣的一些想法 那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資源 那說實在話一間教室 一個禮拜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就是十五班嘛 那最多的利用的時數 有可能一間教室 他可能一個禮拜就是利用十五到二十的小時 那其實他可能有一半的時間是空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也覺得說這個部分 其實這樣的資源是屬於大家共同的 那我們就是大家都是教育的一份子 那我們也很喜歡 我們也很願意讓他共享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校內也有開了一些說明會 那老師是支持這樣的想法 那也希望說未來可以透過不同教育的模式 大家可以互相做一些交流 那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有著很多的團隊 那我知道其實在家教育的孩子 但是各位家長對教育都有一些 比較可能就是你們有比較獨特的想法 那你們當然也有很好的行動力 可是在家教育當然有他不足的地方 其實我的孩子 國中高中六年也都是在家自學 那我想就是說在家自學其實是 可能在團體活動的部分是比較需要去補足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如果以學校為基地 那孩子可以選擇他有興趣的 那他可以選擇 根據我們學校的團隊 他偶爾也可以來參加團體活動 那有些當然就是他自主學習的一個 那希望能夠孩子在學校的時間 能夠得到更全面的發展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主角應該是廖老師 那我們就把時間給廖老師 是 謝謝教育 那我就 我們就先 在進行簡報之前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問卷 就麻煩 家長們掃一下 我們先填個問卷一下 看你簡單的一個調查 就是我們也想說了解一下家長們的想法 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互動一下 我先 我可以切過去了嗎 不好意思趁大家這個時候 我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學校的團隊 謝謝 我們那個教務主任 憲國基主任 對 他也是我們在地 教育部長畢業的高材生 台納中文系畢業 然後這個是我們輔導師的曾仙老師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們這個 我們的閱讀推動老師 這個篤書房 大家看到這個 用的篤書房 就是我們那個移成老師經營的 那特別是他這一週就是剛好跟我們的社團成果感做結合 所以走廊的軟部就是那個社團的成果 那這兩個比較美的 這個是老師的作品 因為我們之前有藝術家住校 所以就是有透過一些課程來培養孩子的美感 可以填嗎 好像都沒有 因為剛剛上去他說要那個 是 要等你開放 我現在開了應該是可以填的 我現在 再掃一次 不好意思 再掃一次是 好 我再開那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不行嗎 好 不行 他就要跳過這個火燭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我們最後要先回答完一題才遇到第二題 對對對 我們那一題先 他有三個選項 你可以先給他三個答案 然後我們submit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到下一個問題 可以做到嗎? 可以 可以嗎? 這三格都要填嗎? 後面最後沒有一個submit 等下那個藍色的劑要抵下去 他才會送出去答案 可以嗎?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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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我們看 對不起 還會提再一次 你們 我點下一題 應該就可以做下一題的答案了 可以做下一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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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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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這個答案有沒有被重複 被重複的時候那個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好 那大概我們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最擔心的東西 大概就是一個是學習動機 沒有興趣 老師的素質 人力關係 兩個人的關係 被霸凌 失去熱情 他的態度 然後沒有成就感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地方 那我們想要得到什麼 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是 我們有學習的樂趣 有成就感 其實跟剛剛的心想就非常相對 人生的方向 就是我們想要做一技之長 能力 然後對自己的信心 得到學習的樂趣 自我學習的樂趣 就是想要讓他會想要繼續學習 這是一個動機的問題 跟學習動機是有關的 那其實我們先回到我們今天的課程 不是課程喔 今天說明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先講一下一心學問 其實我們想很久 因為這個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一心 剛剛我們在提到這個名詞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 就是我們在找一個老師 他在那個Facebook第二天 他就剛好在參加師大的一個培訓班裡面 他就提到一個就是 他就兩句話說 外求一物是一物 內求一心是全部 前面講到一心的造氣 因為講到蒙特所有的時候 很多人就用到這個心這個字 現在蒙特所有的概念裡面 他講到的是 心就是你的內在的自我 那個自我到底想做什麼 好 那一心的一 其實我是想到道教裡面講一這個字氣 是指的是整個宇宙的概念 所以我講的是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剛好都滿符合我們現在想做的事情 那我之前在 我退伍之後就一直在做這個教育的事情 那我一直在想說 教育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在人文其實我得到滿大的衝擊 我覺得教育確實是應該要跟 我過去所接受的教育是應該不一樣的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在想說怎麼做 那來到這邊剛好在8月 嘉玲有帶我去參加一個蒙特所有的一個演習 我就得到一個衝擊 我覺得這個蒙特所有剛好補足了我當初想要做的事情的一個 哲學的基礎 一直以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老師 我來跟他講到這些的時候 我實際上我講的就是滿弱的 弱弱的 然後講不過人家 所以我當我這個基礎的時候想說 這是我要的東西啊 我們怎麼去結合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在學校也剛好來到鑽偉 我覺得鑽偉他本身有一些目前來講比較偏向 超級化的問題 還有一些學生學習動力低落 那這是我們看到的現象 我們有可能去做一些步驟 做一些改變 這是我想要跟總統國中來談合作的概念 那接下來剛好又有一個實驗交易中心 就迷人的這個育成中心啊 他有想要做自學生的一些服務的事情 不管是共學的服務 或者是一些諮商的服務 他們希望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就我們就從來一起 校長也很熱心 剛剛那個貴臨校長就把育成中心主任找來就一起對話 所以我們可能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產生我們現在的這個一心書院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我們希望在這個蒙特搜尼哲學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希望在生活 其實在蒙特搜尼它概念這樣很簡單 學習都是為甚麼做準備 為生活 為你未來的生活做準備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生活準備的架構之下呢 去做找到人生的方向 為你自己的人生找到方向 懂得跟別人合作 然後創造一個和諧的未來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想法 那為什麼是蒙特搜尼哲學這邊簡單一下 因為其實我剛好這個12月 就通過得到那個一語聽會的贊助去參加 參加那個培訓班 大概兩年的時間 要參加那個中級的培訓 那其實我最近在讀蒙特搜尼 我就越讀越感動 我就覺得這是就是一個答案 那其實這邊講的是我們要激發生命 讓生命自由發展 其實這邊自由我們談到自由 很多人講到實驗教練自由就覺得很可怕 好像自由就是無法無天 自由就是沒有上限 自由就是亂七八糟 其實自由是什麼 他講的自由其實是 讓你內在那個自我可以自由發展 我們現在其實很多教育事實上是把那個內在的自我壓抑了 你這個不能做 你要好好讀書 時間不要浪費 那內在自我就不見了 慢慢就被壓抑到不見了 所以他其實講的自由發展是講的這件事情 那這是在讀蒙特搜尼的第一件事情 他要我們讀的事情就是講適應 還有人類的心象 什麼叫適應 蒙特搜尼 這是他兒子寫的 蒙特搜尼博士 適應這個字代表是幸福 是輕鬆 也是內在平衡 這樣的適應可以讓孩子得到安全感 事實上安全感是所有適應的一個起步 這個適應是什麼 適應就是說我 我到這邊我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很輕鬆 我可以跟這個環境跟自我跟旁邊的人都一種平衡 我不會有這種壓迫 我也不會被壓迫 也不會想去壓迫別人 我不會有那種緊張 不會覺得想好像我什麼都不夠了 我需要跟別人去爭奪一個資源 都不需要 就是很平衡 很自在 很舒服的 在那邊存在 事實上是教育的目的 我們所有的教育都是為了適應這個環境 都是要讓我們的孩子 去能夠適應他未來的環境 可是每個孩子 那內在自我要適應什麼程度 是每個人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像蔡宗他也講到一個事情 他說人在長大過程 蔡宗的成長過程也很有趣 他最近是在少林寺落法為真 他說其實人之所謂每個人都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們有心 我們的心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這次蒙特社會博士在講他說 為什麼要回到那個心 因為其實我們人類的適應力非常強 我們人類當然像那個英紐特人 在北極那麼冷的地方可以生活 他們吃生肉 因為他們就是適應啊 他們適應那個環境他們國的很好 可以把他放到非洲去他一定適應不了 可是我們在西藏的人 如果把他放到那邊去他們也適應不了 所以每個人都有適應的環境 他只要適應了他就覺得幸福 你把他放到別的地方去他也覺得不舒服 所以我們來講適應的事實是很重要 這是我剛好在天體內在讀這個 蒙特州的書的時候有個那個TED的影片 我們會有把那個錢包給你們 這個是一個聯繫 大家可以點我一看 他是在講工作場所 他是在工作場所 就是蒙特州的教育 為什麼 他說他的公司啊 這個女士那公司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工作不愉快 每天都覺得上班是上班 下班就想休息 他覺得我就只是工作換給薪資 換給生活 他說不是 他是去聽了一個蒙特州的老師在演講之後 他回到去 我把這裡面放到公司裡面哪用 我讓我的公司的員工 每個都很喜歡他自己的生活 來這邊上班就是享受 其實回過頭來講 就是說我們怎麼讓每個人 都變成他自己的主人 其實教育就是這個目的啊 我看到每個人都成為內在那個自我的主人 當你是自我的主人的時候 你就會回得很快樂了 我最近一個小朋友 他現在在工作 他在公司那天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現在是我們公司裡面 最快樂的人 為什麼 他說因為其他人都是老闆想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只有我的工作百分之八十都是我自己想的 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且老闆都認可我這樣做 所以他越做越開心 就是回到變成你是自己的主人 所以我們家長的角色是什麼 我有辦法成就我的孩子 讓他變成是自己的主人 當我有辦法成就我的孩子 讓他變成是自己的主人的時候 他就活很快樂啊 那我就變成 我就是一個表不起的爸爸媽媽媽 我覺得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那這蒙特殊在講學習的四大階段 那這是嬰幼兒時期 這是一個爆炸期 他從媽媽的肚子出來到這個世界 他遇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一個改變 在國小階段是最穩定的 所以蒙特殊教育裡面是 國小階段盡量給他所有的學科 盡量給他所有的知識 盡量在這邊都給 那國中階段又是另外 中學 不是國中 是從12到28歲 這是另外的公報期 因為他從小學階段穩定起 他開始慢慢認識自我 他開始知道說我要去跟社會接骨的時候 他遇到另外一種衝擊 他遇到什麼 他對這大陣子最難教的 他那邊是兩個胡色 什麼 他遇到這麼多衝擊 我在哪裡 我又沒有偶包 我要表現得很別人認同 他想要那個認同 我的定位是什麼 我想要獨立 我想要自由 我爸爸媽媽管得我嚴格 老師一直要求做這個 很多事情他覺得受不了 所以他一直的大衝擊在裡面 他想要去突破 那其實這個東西要回歸到 某種類的概念的話 就是人類的傾向 那時候人類有這麼多傾向 Orient Explorer這些東西 他自己簡單來講就是定向的探索行器 有秩序的抽象力 掌量力 技術的這個數學的概念 我們每個工作都會有技術數學的概念 工作 這個萃取跟重複 追求完美 溝通還有跟他人連結 這什麼東西 簡單來說 所謂的定向的有秩序 他要追求的是有安全感 你想想一下如果你到一個地方去 就你不知道你家在哪裡 你會不會很不安 如果你走一段距離之後 你轉過頭 你不知道你家在哪裡 你迷路了 你就是不安嘛 因為沒有被定位出來 所以人也是一樣 人如果在長大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被定位清楚說 我現在準備往哪裡走 我現在該做什麼 你就會是不安 你不安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有勇氣在往前走出一步的 你會覺得害怕 你會覺得不舒服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接下來是嘗試抽象化 想像力 技術 工作 重複這件事情 他做的是什麼 他做的就是在挑戰 他在學習 在思考 在自我建構 現在蒙特雷他講的自我建構非常重要 所有的學科學習 不管是所有的學科 所有的學習都要回到自我建構 什麼樣自我建構 你學過的東西你要想過 這些東西你可以重新再想一遍 就像我們現在推導證明 老師在黑板上證明過一遍 你回家如果沒有把課本合起來 自己再證明一遍的話 你是學不會的 你如果只是把老師寫過再抄一遍 你就是沒有學會 你看自我建構想過一遍 把它建構起來 這自我建構非常重要 當然在做好的時候 就是要迎向未來的挑戰 我們要成為自己 那個自己還是要回到內心 我內心裡面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那接下來是工作重複追求完美 其實追求完美是人的本性喔 我們想說 那天我跟一個孩子在聊 他中午碰到我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下午去找你做 因為他在學 我們在做一個專題他寫程式 他說我可不可以找你寫程式 我可以啊你來 結果他沒有出現 第二節課我碰到他說 你怎麼沒有來 他說導師 因為第一節課是班會 他想用班會來寫程式 他說因為導師在補第十課 他不讓他走 我說那歷史根本好好上課吧 他說不是啊 老師要抄筆記 一直抄筆記好無聊 課本上都有 為什麼要一直抄 我說那沒有啦 老師在把重點整理 就是照著重點整理 再抄一遍你就不要清楚 不是啊 重點整理的那個參考書都有了 為什麼要再抄一遍 我說嗯 好啦這樣講啊 老師要你抄一遍的意思 要讓你加深印象 他說不是 那個抄詞邊的人還是考試比我差啊 我沒有話講 我不知道怎麼說 結果你在做的事情是 但是我們沒有在追求完美 所以我說那如果是你自己要幹嘛 我說你那傑哥 他說他就放風 因為他不是他要的事情 他是被強迫做這件事情的 他沒有辦法 我說那如果你有時間你想做什麼事 我現在不想 我只想擺爛 他說他只想擺爛 我說應該不是這樣子吧 我們如果有時間 真的會想擺爛嗎 如果你真的有時間 你如果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你真的只想擺爛嗎 應該不是的 每個人都想讓自己更好啊 你都一定在 為什麼要擺爛 為什麼現在孩子想玩電動 因為他所有事情都不能做 他想畫畫 對不起 現在上個時間我畫畫 他想打球 對不起 你應該去讀書 我不能打球 所有事情都不能做之後 他只能幹嘛 他只能被迫所有時間去配合 被要求的事情 然後呢 他有空的時候他只想擺爛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是蠻辛苦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 孩子本身 他本身就有追求完美的傾向喔 每個人都有 所以你要把這個還給他 讓他去追求他自己的完美 他自己的完美 不是我們認為的完美 是他自己的完美 這時候他就能夠影響到你 那當然最後就是我們要溝通 與他的連結 這就是我們講與世界共好 其實現在108科剛才講這件事情 我們要跟社會共助 要跟社會共好 因為你人不可能單獨存在 在你看到所有的 我前天跟另外一位夥伴做讀書會 我們在談到 談到需求對面 就是說其實我們所有人 他說有一些人 他會想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是說他不需要靠別人 自己種菜 自己吃自己想做自己 他在做他全部自給自主 有沒有可能 你自己縫衣服嗎 自己做布嗎 自己種菜嗎 這是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都需要 人跟人之間互助合作 所以我們才有一個社會嘛 一個人很難單獨存活在這個事業上 你要跟別人合作 所以說我們呢 希望說你當你有機會 能夠自我表達 好好地表達 跟別人溝通之後 你就能夠做到與社會 與世界共好 這就是我們的想法 那基於這些理由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心思念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很辛苦去 不是很辛苦 就是剛好運氣我就在紀元當 剛好很多朋友介紹一些好的老師 我們就一起來這邊 那這是我自己 其實我過去是軍人 那我在97年退伍 退伍之後就是在從事教育 我在人文 在清水小校 然後後來在一期之內 有做一些監課的事情 那這是文匯 就是我們老師 那他是現在在東華大學的研究所 那也在五位屋這邊 有從事一些長期的陪伴志工 那也現在在這個實驗教育的培育 私自培育的計畫裡面 那林杰老師是之前在 這是教語文 他是之前在持心有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教學經驗 他很厲害是從國小到高中都教過 那這是語心老師 語心老師是英文 他那邊跟我講啊 英文很特別 現在有一個黨 我們台灣有很多個政黨 有一個黨叫做雙語無法黨 然後語心老師叫雙語無法黨的一個黨員 他的教學非常特別 其實我們常常講 很多事情要在立化在立化 可是我們英文學習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在立化 沒有在立化的意思是說 你拿KKM標會不會唸 我的話就唸不太出來 所以就有一個老師很厲害 他們雙語無法黨的創黨人 就他用他 用我們學波波波波的方式 去做個轉型 因為我們很習慣波波波波嘛 把波波波波轉型完之後 用波波波波波帶你唸英文 而且唸的就像外國人一樣 很厲害 那語心老師也很波波波 那天聽他講話真的是就非常這個 這個就很 氣氛非常熱絡 那蘇軒老師是我們宜蘭的年輕一輩的詩人 他這個寫詩非常好 他有來本他的書我看過 非常就是很有年輕的這個批判的思考 而且他人是穩穩如雅 你看他樣子是穩穩如雅 他講話是非常輕鬆 但是他內心事實上對這個詩 就是他有他的熱情 他曾經到廣東去帶一群弱勢的 在上面帶一群弱勢的孩子去做學習 那現在他也提供了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這個書院成立之後 他會帶我們孩子去做這個 我們鑽尾遊的沙丘會走毒 會去做走毒 因為他接了一個文化學的計畫 他也很高興說 當然有這個機會做合作 所以會帶我們去做走毒 那錢玲老師是數學老師 錢玲老師是我太太 他也是數學上也是非常有經驗 他從小學 從幼稚園到高中也都帶過 他就是非常清楚 你孩子等一下看的話 帶個幾次之後他就知道孩子問題在哪裡 他可以從問題切入去解決孩子的數學問題 那數學有時候這樣 因為數學的墊步非常重要 一步一步墊步 你只要中間缺了 你後面要往上學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從來回到那個起始點 哪裡有問題我們從那邊開始讀起 那接下來是宜安老師 宜安老師是我們的思考課 那本身這是宜安老師介紹的哲學老師 那他這個也是非常有想法 年輕老師很有活力 那他現在是跟那個 楚慎老師在學習哲學思考 那就非常有趣的一個思考課 我覺得參加之後你就覺得跟他聊天 你就覺得真的思考是一件 我們以前都沒有想念 譬如舉個例好了 楚慎老師他最近在一個文章 他寫說他去法國上帝式的哲學課 老師問那個問題說 欸 那個某某某的想法 什麼意思 他說欸 我有點不太懂 老師說什麼叫有點不太懂 到底是懂還是不懂 他就很愣了一下說 欸 怎麼老師講得這麼兇啊 他說沒有 就是一點點不懂 好 那你把你懂那一點講出來 他說我就是只有懂一點點 他說沒關係 那你把你懂那一點講出來 他說傻啊 他說我都沒有準備 我只是客氣講說有一點點 我懂一點點而已啊 他說那老師就叫他 你把你懂那一點講出來 叫他傻啊 沒辦法 他就愣了一下說 老師 對不起 我還不太不懂 有什麼對不起啊 你幹嘛跟我對不起 他說欸 那到底要怎麼回答 他想了很久 他說欸 老師我不知道 這就是標準答案嘛 你不知道就說你不知道啊 你幹嘛想那麼多有的沒有的 那其實就這樣子啦 我們其實我們在這個 台灣這個社會下的學習 很多時候 你連知道不知道都不太敢講 知道講太多了 你又怕被人家瞄 你就說 你越懂越懂 不知道的你就說 欸 其實我懂一點點 好像怕被人家講說 你真的什麼都不懂 其實這是一個很要果的思想 但延安老師是跟那個儲信老師 學習哲學的 他非常 他在這個韓校也有開營隊喔 那正欣老師是我們 正欣老師 是我們那個眾委的老師 他以後會幫我們帶那個行政 不是 家政的部分 就是生活課程 就是帶怎麼去縫衣服啦 怎麼去縫袋子啦 那個車衣服啦 這些一些家事 其實我們常常在想說 這些事情要學嘛 真的不學你會嗎 我覺得就是要學 就是你有一些簡單的事情 你出去外面說 我記得我當兵 我們班長發給我們的配備 第一件事就是針線包 我想說幹嘛發針線包啊 我不行啊 隔兩天那扭坑就掉了 褲就破了 因為那個粗糙非常非常辛苦 一下子破誰幫你補 自己補啊 啊男生就是不會補就亂補啊 問學長怎麼補啊 那補完就是很難看啊 所以這都是他學喔 好 那這是醫生老師 醫生老師是我們那個烏紗的 壯紗維的語文老師 也是帶我們圖書館的閱讀老師 那他來幫我們帶瑜伽課 因為醫生老師他本身就是有在做這個瑜伽的學習 然後還有進行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帶瑜伽課 事實上是我們希望讓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 去理解說我們這身體怎麼運用 每一塊肌肉怎麼走 也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讓自己做一個盡興的活動 就一個禮拜會 這個瑜伽課程 那修平老師也是我們壯紗維的老師 他是田徑隊的教練 然後請他來幫我們帶一提示 就讓孩子每個禮拜運動一下 很辛苦的 那淑林老師他也是壯紗維老師 他在壯紗維這邊 他之前有帶一個食農教育 所以他在我們屋頂有種一些廠 那未來呢 會跟種菜非常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文慧老師會介紹一下 那靜林老師 靜林老師是我們那個 我們會請他來帶 我們這件事帶那個捏塑 就是陶土啊 捏塑 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捏陶 但我覺得就是沒有好好的跟到老師學 那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很有趣 就是你看到你把東西捏成型 那過程當中是一種創造的過程 我覺得是可以當自己的星星啊 靜星啊 還有星星都可以熟啊 手感都可以養成 那其他課程像是自然課的部分就是我 我都會帶自然課程 那我會帶創科課程 程式課程 電腦相關課程 那文慧老師又帶藝術方面 跟社會議題方面的部分 就是由文慧老師 因為他本身的對這部分也都是有專精 他現在是藝術 民族藝術 民族藝術 對 他本身他對一些社會議題很有興趣 在做研究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文慧老師 幫我們做課程的安排介紹 然後 接下來的話是課程的安排 然後 他是不是需要用這個才可以 對 你還是我幫你過 好啊 這樣我比較自在 OK 好 對 好 接下來的課程我會從 課程 課程 我會從大到小 然後從學期 然後每週 然後到每日 我們大概會做哪些事情 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然後 等一下 跳太快了 對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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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從花蓮這邊來 然後之前在花蓮 比較多的經驗其實是 混靈孩子的陪伴 因為五位屋是一個就是 從國小到 從幼稚人到高三都有的一個教育機構 然後 我做的工作比較就是 陪伴 然後陪伴他們做一整天的工作這樣 然後 然後 所以就是 就是被 被找來當這邊的老師這樣子 嗯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講說 我們這個學期 就是疫情書院這個學期 就是一個學期 大家會做哪些事情 嗯 就是我們分為上下學期嘛 那 現在我們即將要進行的其實是 109-2 所以就會進到下學期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是 每學期會有一個共同的主題 那我們 最後一堂課都會是 就每個禮拜最後一堂課 都是叫做主題課 主題課程就會搭配這個學期的主題 像這個學期的主題是 就是流浪計畫 那我們流浪計畫就會 就是 會有 就是怎麼講 就是帶小朋友們一起去流浪這樣 然後會有一個主題式 那主題課的時候就會帶他們 呃 例如說分工 然後去 去規劃說 那我們要去哪裡等等的 這樣子 所以是 可以訓練他們的比較是合作的關係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每個人會有一個專題製作 那專題製作是可以是個人可以是團體 然後就希望可以更激發他們到底想要做哪些事情 然後可以真的動手實踐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每一週會有一整天的時間是可以讓他們做專題的 再的話是就是每學期會有一次五天四夜的就是一地教學 那一地教學的話 我們就是會去別的地方看別的地方的共學團 或是別的地方的就是自學團他們都在做哪些事情 然後跟他們一起生活五天四夜這樣子 那下學期的話我們是協伴就是我們過去那個地方 那上學期的話就是他們會過來我們這邊 我們會設計就是五天四夜的課程就是讓他們來體驗我們的課程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每學期會有兩次的親師座談 就是有點像現在這樣就是老師們跟就是家長們一起來討論說 這個學期可能會朝哪個方向走有什麼需要調整的 或者有問題的地方都可以在這邊提出 以及就是一次個別的就是親師生會談 就是我跟孩子跟家長就是三方可以一起討論這個孩子未來的方向 因為蒙特索利蠻重自主學習這一塊 所以每個孩子他們的學習的計畫都會不太一樣 那我也會根據就是每個孩子不同的需求 那他們的自學計畫都會是跟我一起討論的這樣子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期末會進行就是學生的成果發表 而且是會結合就是自學的那個成果報告的 好 這個是學期 學期一整個學期會做的東西 好 打散一下 這邊那個上學期的部分剛剛那個文匯也漏掉 就是登山計畫的部分 我們上學期就是在9月份開學到11月左右 我們11月份會做一個登山 那登山部分會請那個冒險精靈 那個美良教練跟文童教練他們幫我們做處理 就是他們也是我們依然非常這個登山教育非常做得非常好 因為都在月筆幫我們做登山教育 對 還有就是我們那個都會 就是做完這個就很累 大家都很累 所以我們就會放一個期中假 然後都讓大家做一個休息這樣子 也可以 我覺得也可以有一個時間沉澱跟反思 嗯 接下來的話就是每週 那我們在課程的開設上面我們有分為這幾項目 然後首先第一個是主科圈 那為什麼我比較主科課呢 是因為就是其實它是一個 它不是三 例如說你看到 對 它會看到課表 課表上面例如說這三個小時可能都在上數學好了 但是其實它不是聽老師講課上滿三個小時 而是 例如說可能老師會在這個三個小時的意思 然後 然後可能這個半個小時或這四十分鐘 可能是有分成國一國二國三的數學 那可能前三十分鐘可能是國一的數學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老師跟就是可能國一這個階段的孩子 他們就會在一個地方然後就是可能有問問題 然後可能就是有提點教導這樣子 那其他的孩子的話 他可以在這個時候可能是算數學有相關的題目 然後因為老師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他可以隨時問問題這樣子 所以它不是三個小時都在 都在 就是怎麼講 就是都在聽課 而是他可以有一個自主的時間 然後彈性去看說 例如說我數學的時間要拉多長 如果他今天數學的東西都差不多OK了 他其實也可以安排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用主科圈就是從核心然後到外面 這樣子的方式來就是代表